9月9日 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 阐述其六管齐下抗疫新策略 他表示 所有联邦工作人员需追守更严格的疫苗规定 私营企业也被鼓励这样做 最新举措将影响多达1亿人 拜登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 要求所有联邦工作人员接种疫苗 不再提供定期检测选项以避免接种疫苗 并将同样标准扩大到与联邦政府有业务来往的承包商务员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最新行政命令 是否包括寻求宗教或者医疗豁免的例外情况 国防部 老兵事务部 卫生部下属的原住民卫生服务局 和国家卫生研究所已经表示 他们将要求其250万名员工接种疫苗 此外 拜登政府还将要求那些雇员超过100人的私营企业 实施疫苗要求 或者每周对员工进行检测 这影响了大约8000万美国人 所有接受联邦医疗保险或者联邦医疗补助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也必须全面接种疫苗 这将影响大约1700万人 与拜登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的联邦雇员疫苗政策相比较 这是一项重大改变 此前 政府允许那些选择不接种疫苗的人 遵守严格的防疫措施 并且接受定期检测 白宫表示 联邦政府应该在自己的疫苗规定中为其他企业梳立榜样 并且赞扬了要求员工接种疫苗的大公司 拜登还计划宣布扩大免费检测的范围 公共卫生官员表示 这一举措对抗疫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学生开学和一些工作人员重返办公室的情况之下 根据报道 拜登公布的六管旗下抗疫新策略是在8日下午最终敲定的 此前 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听取了白宫新冠应对小组 关于预期新措施的简报 白宫官员表示 新策略将不仅限于推广疫苗接种 只将其视为控制疫情的一种手段 拜登公布的新策略包括 继续敦促未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疫苗 通过加强剂进一步保护已接种疫苗者 保持学校开放 增加检测并且要求佩戴口罩 保护经济复苏进展 改善对新冠患者的护理 拜登公布是这个疫苗的不是 而 Everybody is actively working to undermine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Instead of encouraging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and mask up, They're ordering mobile morgues X for the unvaccinated dying from COVID in their communities This is totally unacceptable